大家好,我是Bitcoin Airsoft 今天簡單介紹一下CP的小榴彈袋 這個又不可以信聞,因為我已經用過 不過用過一次這麼多 CP 包裝是這樣的 加一個膠袋 後面只有一些簡單的簡介 CP的小榴彈袋 全部後面都有三個系統 你可以用Molly 或上UDAWay上去EPS 故名之,小榴彈袋 官網介紹,可以裝一個小榴彈 或者手扣 或者你可以買一個魔術貼 來裝一些散彈 至於氣槍方面 為什麼會買這個袋呢 最主要是手痕 或者是手剪 按多了,這樣回來 原意呢,我本身也想裝CO2 但平時我只有手槍CO2 譬如你裝幾支 就算你弄到最緊 因為頂蓋是蓋子 不是蓋子 它頂蓋剛剛沒有配置到這裡 就算你弄到最緊 你形容有空可以在旁邊 我就怕跑跑會掉出來 所以變了 放幾支 我最多試過可以塞到15支 15支,15支 它當然不會掉 如果你平時打遊戲 你覺得會帶15支出場 或者你考慮一下 另外一個東西 如果打開GVB的師兄 平時帶的Loader 譬如你帶包蛋的話 因為我個人就不喜歡把東西放在褲袋裡 如果你把包蛋放進去都可以 所以就算太多 讓我打開GVB 你點3株 大概347克 即是大概1100顆 如果平時 要改大蛋上場 那 1000顆 11顆的包蛋 塞到去 最大好處呢 如果這個橡筋紮絕皮 其實它夠剩的 譬如你掛這個袋 你跑一下跑一下其實都沒什麼聲音 你說不是喔 你平時戴開大的Loader 但你戴Loader 是講這個聲音 和你這個聲音比 是差很遠的 但我不是戴GBB 所以對我來說又沒什麼用 我平時 就是我自己玩電槍的 我平時就用這隻Loader 都可以裝千多粒 因為我加了一個Silicon 其實它都靜的,可以試一下 裝滿了 都靜的 比較一下 最後呢 我終於找到一件是對的 就是我的測距器 有時候我都會 戴在牆上會好奇 會想看一下長到長有多遠 所以它剛剛好配到它 所以我現在就用這個 我現在就用這個測距器 其實它這個袋 都不是很大 手掌心那麼大 如果你小件東西 就掉下去了 看你有沒有大件的東西可以塞下去 都可以 這個就是 簡單的說一下 這個CPU的測距器 在這裏 在這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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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這裏 是 這裏 這裏 是 這裏 這裏